二号台湾马王越来越强 明天登陆关岛的时候高达17级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主线星看气象 气象看主线星 二号台湾马王真的不忽众望 现在来到别围11度 东京146度 这里离关岛东南方向剩下200多公里 明天就会登陆 但是它的强度非常的可怕 我们从阴图上面可以看见 它的台湾已经开眼了 这个马王已经开眼了 它的速度越来越快 现在有的西江湾已经估计到17级 但是我们从预桌上面只看到15级 我们就以15级来讲 15级的话它的中间气象只来到947 而且每秒可以跑60米 非常的可怕 而且走的方向虽然有点偏向南一点 但是有可能登陆关岛了 而且在关岛的事情这么的庞大 进入关岛之后 今天这里像河江的马 热带行地区压 然后河热带行地区压 这些都是 不是地区压 是热带高压 跟太平亚高压 都没办法掌控这个马王 挖标起来 一直往西走 它往西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达到 有可能达到 230中间时数 这次河河 18级甚至到19级左右的 接近到 这个 威力宾这边来 这边来的时候 因为这边的 富乐盖 开始减弱了 虽然从 西北方向来的 这个富乐盖 点落之后 它还是慢慢的 弯向了 从北方向 这里有了 两条路线 那那个 EC系统认为 会比较靠近 台湾这边 当然比较靠近 台湾就影响 台湾的东 南部这一带 但是 GFS认为 它会比较偏向外面 对台湾影响比较深 不过 这里 它要走来个方向 真的决定 宇宙跨物面的 这个高压 高压状态 如果它 一直存在 有可能 穿过巴士海峡 但是这个基地不高 所以 我们还是 希望它慢慢的 转向东北方向 虽然 从宇宙上面 它来到 菲律宾还是最强烈的 有可能达到250 260 19级到20级 中间这个值 但是 这么强烈 所以台湾真的非常可怕 最好是提前转弯了 不要来 相信大家都知道 昨天晚上 和我台湾下那么大的雨 非常的可怕 那个雨 简直是像用倒的一样 就下来 非常的可怕 当然 刚好这些雨都下在集水期 所以 我们的雨也都够了 千万 不要再下那么多雨了 所以 这个 二号台湾毛 对我们的影响 真的慢慢开始影响 它虽然现在 现在离台湾还有三千多公里 非常的遥远 感觉上非常的遥远 可是 它实力坚强 它一直往西边走的时候 就会接近到菲律宾这边 而且它的包吻范尾 非常的大 所以台湾还是会少到这个 它的外围 不过 不管它哪个方向 它总是会带上一些西南汽油 这些西南汽油 就是非常的可怕 就是雨 每次西南汽油的时候 台湾都下非常的大 甚至有时候发生一些土石流 甚至到灾害 因此 我们还是决定说 对 不是我们决定 因此 我们还是要 努力 对 因此 我们还是要非常 关心跟密切注意 这个马马 到底会不会走N字路线 来到台湾附近 还是提前转弯 以往台湾到台湾都提前转弯 这个希望也会提前转弯 所以到底这个马马 会不会来到台湾附近呢 请继续收看 主持人心看气象 气象看如人心